10月24日 斯里兰卡官方宣布经检测 发现来自中国的有机肥料含有有害细菌 禁止该船靠岗泄货 并停止进行这笔交易 法国国际新闻频道法兰西24 10月24日报道 斯里兰卡总统拉甲·帕克萨办公室表示 国家植物检疫机构已经检测了这艘中国船只上的肥料样本 确认其含有某些种类的有害细菌 这批肥料共计9.6万吨 交易额4200万美元 上述官方声明还提及 斯里兰卡一家商业高等法院 已经禁止向青岛海大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这批肥料的费用 报道表示 9月份斯里兰卡政府曾叫停这笔交易 但这批肥料仍然按期发货并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斯里兰卡港务局表示 该国农业部24日下令 港务局不得在任何港口卸载这批肥料 并不能允许这艘中国船只靠岸 斯里兰卡最初向中国订购这批有机肥料 是为了使该国成为100%有机农业的国家 原计划用中国的有机肥料取代化肥 今年5月 斯里兰卡实施的化肥禁令受到大批农民的抗议 随后该禁令被取消 中国有机肥料的质量问题一直饱受争议 此前2020年11月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曾刊文 国内外有机肥标准对比及风险评价提到了这一问题 文中表示 中国有机肥料的重金属铜 铅 镍 限量缺失 对隔等重金属限制要求不够严格 长期试用会导致土壤重金属含量超过风险筛选值 严重影响农作物安全